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关于工业机器人的一个结构设计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这里只是讲一个大概的一个大纲 就是说如果想要详细了解我的课程 大家可以进各大网页都可以搜索到 然后呢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主要的 讲的这个内容是机器人本体结构的一个制作 主要设计的知识 第一个是减速机的一个选行与应用 减速机的选行与应用 在课程里面呢我们会讲的很详细 就是如何从无道友一步一步实现这样一个右关节肢戒手 其实操作起来我们的一个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在课程讲解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我们会教大家怎么去选择一个减速机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减速机 然后呢我们在制作之前还要考虑你整个六关节 机械手它的一个机构 它的机构整个机构的设计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在比如说画图的软件里面 然后呢教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它的一个可能是因为它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的走线或者它的一个一个设计理念 一个结构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 所以采用这种类型的减速机 不同类型的减速机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关节这个减速机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比较有名的一个品牌 逸人的纳伯特斯克的简直器中空型的 表面带有这种就是中间是一个空心的 带有这种齿轮的大齿轮的 而这种大齿轮的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绘制的 我们可以在课程里面教大家 如何去下载这种3D档 以这个核心部件来制作机器人 就是不是说你拿来就是凭空的去挂 而是在这个的 你有的那个减速机的基础上 比如说我们去设计它相关的一个伺服 伺服的一个输入轴 这个输入轴然后伺服 有了这个机构之后呢 然后就也变成下一个 下一件型的减速机 然后呢也是伺服 这样的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它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 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 就是六关节机械手 它有一个机构的设计 它机构的设计在我们课程里面会讲得很详细 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个要用这种钢皮 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这样的设计 是从无到有 教大家如何去绘制这样的一个部件 而不是就是照着这个图来绘制的 而不是照着这个图来绘制 如果对我这个视频的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各的 就是在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的网页 去点击我的头像 或者点击我的签名 看到我一些详细信息 就可以看到我的一些PPU了 一些东西了 比如在U库里 你输入东管黄安的 或者在百度里输入东管黄安的 都可以看到我的一些详细的视频 这里面我们设计的知识点 除了一个减速机的显示以外 还有就是你的伺服电机的功率的选择 和计算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大的 你的伺服电机 我们也会教大家如何去计算的 在课程里面也会涉及到 也会涉及到这个课程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主打的一个课程 就是在我所有的视频教程里面 还有一个主打的课程 就是关于三轴四扶机械手的 一个课程 这个机械手呢 也是本人自己平昌制作完成的 就是说 它比较 就是说有很多的优越性 很多的优越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械手上面 像是驱动器啊 是 而这个四扶电机是 而这个横行机械是 移动式的啊 移动式的 在这里面呢 我们学到知识点啊 比如说这个同步带的传动啊 同步带的传动机械 有很多种很多应用方法啊 很多的应用方法 像这种单 这是开口的啊 那种开口的同步带的传动 和必可的同步带的传动的应用 这是必可同步带的传动的应用 你看同步带的一个张领机构 还有它的一个主动轮啊 它的选择 主动轮的绘制 以及它动轮的选择和绘制 这个比如说这里设计到 这个主动轮与动轮 这两个动轮之间的签计啊 动轮与主动轮之间的高度 这个呢都是经过 经过一个结构的设计的啊 不是说就直接平空破 也是出来的啊 还有这个啊 四伏电机的功率啊 功率到底要用多少瓦啊 为什么这么多瓦 这都是计算的啊 然后呢 根据这种四伏电机 选择它对应的一个简数机啊 这个简数机不是我们啊 平常那种你看它的一个餐馆证明书啊 然后然后就画出来 不是这样 我们在一些比如说 这里我们用的这个简数机是新宝的 我们在官方网站里去导入这种3D计可啊 同样呢这里有驱动器也是一样啊 下载计可然后驱动器的结构啊 这个结构和单转的这种结构啊 这个维修方便 然后呢在下面呢就是整个这个引拔机构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可旋转的机构 这个可以有很大的优越性啊 可以把这一段这两个螺丝一拆那么对待 全部都可以分开了啊 分开分开了 比如说这个机械手它可以这样的导入平放的话 然后在这里我们还会学到尺条的一个传动啊 就是尺条尺的那一个传动 然后双倍形成的一个传动 以及形成开关的应用啊 接近开关的应用 这个课程我们会有14节课 刚才的机器人呢 我们是有3节课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讲汇图的 就是我们在课程里面会教大家 就是根据这种标准线的选行 在这个进程上我们在一步一步的实现成绩 如果对我兴趣的一些朋友啊 可以加我的QQ 就在这个视频网站 比如我的个人头像 或者了解我的一些相关信息 都有我的一些背致 就是在哪个我们家都有 或者你输入东莞黄安达啊 或者学以前已经去用都可以 就是我们的课程的雅大内容啊 然后在下面的呢 就是整个其他的一些飞标自动化的一些机构 这个呢是我整个视频的一个课程 大概光这个视频教程大概就占有13G的大小 那现在看呢这个呢 是工业观点机器人的一个视频教程的缩列图 来看到这里有减速机的选行 这是一步一步的绘制的过程 这是咱画图里面教大家如何设计一个机构 就是这些手它的每一步的课程啊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是一步一步从无到有慢慢去形成出来的 然后在下面呢就是一些比如说像开箱机啊 还有这种半自动冲压的啊 然后还有气扣的减板的啊 堆叠的螺丝机啊 这些啊这些客人的 这些客人因为都是属于飞标比较 就是说没有没有像刚才那两节讲的那摩就是非常的详细 但是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啊 就是一个操作步骤啊 然后有的课程呢也是也是从无到有一步步实现的啊 这是我们的课程的一个主要的主要设计的一些内容